意识上感情经济最丰富 而又最幸福的女人 她就是林辉英 是太阳酸子 金酸子 火酸子 月亮水星铜络金流座 酸子是极其富有活力的星座 而金流又很执着 对没有很高的鉴散能力 这种组合 使得这个女人不光灵性十足 而且少了许多酸子座的浮躁 酸子座不是一个爱情至上的星座 而林辉英又是金星酸子 金酸子一心缘起家 左右风云 但面对一大票求爱者 往往犹豫不决 不知该如何选择 事实上 作为风险星座 摇摆不定正是酸子的本色 但正是这一点 让林辉英 许志摩 金月灵都痛苦不堪 而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四脚链 便由此开始了 说起许志摩 很多人的第一印象 就是她的深情 认为她自然是酸语座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她只是金酸语 太阳竟然在摩羯座 想一想也是 酸语虽然是深情 但并不执着 人说出得知我性 不得我命 这种话的 除了天蝎 也只能有摩羯了 与志摩的月亮 在酸子 金星在酸语 内心敏感多情 而摩羯 素来以志向和毅力作成 所以在学过法律和经济学之后 她最终选择了诗歌 而从星座上来看 这也是最适合她的选择 从她踏上英轮开始 上海滩便少了一个银行家 而中午却多了一位诗人 单看许志摩和林辉英的河畔 算是比较适合 月双子的许志摩 内心喜欢活泼的太阳双子女 而月亮金牛的林辉英和太阳同属土象星座的许志摩 也颇有共同语言 所以两个人一度走得很近 直到许志摩金星双语的渣男特质被爆股 林辉英开始分心到当时也在追求她的梁思成身上 林辉英和梁思成从小就认识他们是士教 这显得梁在家庭背景上更有优势 渐渐地在徐梁二人的夹工之下 林辉英双子座的本性开始毕露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许志摩走的是深情路线 不断发动诗歌共识 而梁思成走的是智慧路线 不断和林辉英探讨她感兴趣的建筑问题 摩羯座的许志摩一脸求之不得的坚持和痛苦 白羊座的梁思成一脸探索未来的热情与幽默 女人都会为情所动 但如果演绎过分了 深情就变成了苦情 酸子座就不太能够接受了 对于任何过于麻烦的事情 酸子座都有掉头走掉的本能 而且酸子座最中意智慧型的异性 要追求酸子座首先要让他钦佩你的头脑和见识 梁思成是中国第一流的建筑大使 头脑好的没话说 加上梁思成风趣幽默时间长了 一脸苦相的许志摩被PK出局 许志摩奥特勒是申请输给了智慧 而林辉英的选择却并非只出自于酸子座的天性 很多人分析他和梁思成的婚姻有政治成分在 但其实都不对 梁思成是太阳白阳金白阳 白阳属火双子属风 风向星座和火向星座向南合得来 再加上他的月亮和林辉英同属金流座 都有着执着而暧昧的内心世界 所以梁和林互生情数绝对是真爱 而在林辉英的生命中除了徐梁二人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哲学泰斗金月灵 也就是梁思成的同居 林辉英婚后一度在梁思成和金月灵之间犹豫不决 有一次他对梁思成说 他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 梁思成痛苦了一夜告诉他 如果说他选择金月灵 祝他们永远幸福 而金月灵得知此事后 回答更加深情 看来梁思成是真正爱你的 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我应该退出 金月灵是太阳巨蟹 木巨蟹 水巨蟹 这使得他一身非常鲜明的 演绎的巨蟹心群的特征 重情义 练就 付出 和包容 而金月灵又是金线处女 非常的追求完美 对配偶的心证和头脑的要求都非常高 在错过林灰英之后 他曾经沧海狼为水 选择终身未婚 他始终将梁思成和林灰英视为家人 甚至梁思成和林灰英吵架 也找金月灵种产 三个人的友情就这样持续了一辈子 直到梁思成和林灰英都过世后 晚年金月灵和梁思成的儿子 梁从介住在了一起 梁从介一直持父之礼 称金月灵为金霸 巨蟹座就是巨蟹座 直到林灰英过世多年后 金月灵生产多年的情感 才逐渐为人说之 有一年 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好友时宣布 今天是林灰英的生日 满座看着这位两边斑白的老人 唏嘘不已 深情难得 深情至于还能指护于理则更难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 有人请金月灵为林灰英协定什么 他一字一论毫不毫不地说 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他自己说 我没有机会同他自己说的话 我不愿意说 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为了不能明解 始终未留一字 可他世间在乎金月灵 相传 金月灵曾经问林灰英 下辈子是否可以在一起 林灰英只回答了一句话 如果下辈子相遇 我做金月灵 你做林灰英 我做金月灵